听到经济学这三个字,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有些不耐烦?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,我又不是学经济学的,我了解它干嘛呢?这和我有什么关系? 其实呢,大有关系,我认为任何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个体都需要学一点经济学,为什么呢?因为经济学它所研究的并非是单纯的钱,它是研究陌生人之间协作规律的一门学问。 我们所有人,现在都是生存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大规模协作的现代社会当中,但是我们人类呢,从远古蛮荒时期所带来的思维模式,却是一直在依靠自己的直觉去理解着眼前的世界。 那么,当用直觉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时候,我们正在处于无知而不自知的状态当中。 所以说,经济学虽然不需要学到很精深的地步,但是呢,必须要去了解一些,就算我们不以经济学为职业,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一些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和经济学的智慧。 这可以让我们眼中的世界立刻焕然一新,在现代社会当中,做一个明白人,摆脱掉被自己直觉所控制,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律,对这个由海料陌生人紧密连接的社会,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和更加理智的决定。 我们仅仅凭倾直觉思维,是无法正确理解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的。 如果您不相信我刚才所说的话,那么,我说几个观点给您,您可以判断一下看看。 比方说,新的机器会抢走就业,抬高关税,能够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,鼓励出口,抑制进口,我们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富裕,制定最低工资标准,能够保护穷人们的利益,房价管制是政府应该去做的事情。 您对以上的观点如何看待呢?如果您认同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话,那么恭喜您,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您的理解范围了,我们应该学习一点经济学了。 刚才我说的这些啊,其实就是保护穷人,维护公平,人人都有工作和多挣外国人的钱,但是啊,这些直觉上无比正确的起点,却最终倒向了错误的结局。 以上的这些观点呢,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本《一课经济学》当中所驳斥的谬误。 这一本畅销了70年的经济学入门读物,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·黑兹利特。 这本书从1946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问世,一直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,被再版了41次。 那些赞誉并且推荐过他的经济学大师,像是哈耶克·弗里德曼,早已经离开人世了,但是这本书却依然生命力勃发。 甚至有人说啊,如果你这辈子只读一本经济学著作的话,那么就是这本了《一课经济学》。 这本书它和以往的经济学著作完全不同,它抛弃了经济学课堂上那些复杂的概念、定义和公式,把经济学当中的思考方式,经济学中的智慧给提炼了出来。 在后面的节目中呢,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经济学的魅力,学习经济学的智慧,逃离自己无知而不自知的状态。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,第一个话题,破窗谬误。 这里所说的破窗谬误,可不是心理学所讲的破窗效应。 破窗效应的意思呢,是说一状建筑,如果有一些窗子被打破了,不及时修缮的话,就会有更多的窗户遭到破坏。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,如果说一面墙上出现了一些涂鸦,没有及时的清洗,那么很快,这面墙上就会不满乱七八糟,不堪入目的东西。 一条街道,地上丢了一些垃圾,如果没有清扫,垃圾越堆越多,那么最终,人们经过这里的时候,会视若理所当然的,就把垃圾顺手丢在地上。 这个现象呢,就是犯罪心理学当中所说的破窗效应。 之所以我要单独地解释一下,是因为之前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,很多同学把这个概念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题混为一谈。 我们今天要说的经济学故事,就从一扇被打破的橱窗说起吧。 话说,你是一位店铺的老板,你的店铺拥有很明亮的玻璃橱窗,有一天跑来一个小孩,拿一块石头光把你的橱窗给砸了,孩子跑掉了,没有抓到,现在怎么办呢? 你只能够重新买一块新的玻璃,装上,花了一千块钱,很贵,损失惨重。 这个时候,街坊四邻看见了,就纷纷过来安慰你。 有人说,你看啊,你现在表面上是损失了一千块钱,但是这一千块钱呢,是用来买了玻璃,钱给了玻璃店的老板。 你这就等于推动了玻璃业的发展啊。玻璃店的老板有了钱之后呢,又会把钱花到别的店铺,你就间接地推动了所有行业的发展。 最终,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了,带来了各行各业的发展机会,那你不也就因此受益了吗? 如果你的玻璃一直都不破的话,那么玻璃店很有可能就会倒闭啊。 玻璃店倒闭了,玻璃店老板也就没有钱,再去其他行业消费。 那么所有的行业都会不景气,整个社会也就不好了,你呢,也会跟着倒霉。 所以啊,你的玻璃被砸了,这也是一件好事,你就不用难过了。 怎么样,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? 但是啊,这就是黑兹利特要给我们上的第一课,这个就叫做破窗谬误。 为什么说它是谬误呢? 如果这套说法成立的话,那么那个该被打屁股的小孩,不就成为了推动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发展的大恩人了吗? 那么我们不应该等到这个小孩来砸我们的玻璃,而是应该自己动手,把自己的玻璃全部都砸了,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。 可见,这就是一个谬论。 那么,我们就来分析一下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谬误。 根本原因在于,我们只看见了玻璃被砸之后,付给玻璃店老板的一千块钱,确实是推动了玻璃业的发展。 而我们没有看见的是什么呢? 是本来这一千块钱,你可能是拿来买食品,买衣服,买手机的。 你本来可以在拥有明亮橱窗的同时,还买一件新的衣服。 但是现在呢,你只有不买新衣服了,拿钱来买玻璃。 所以我们只看到了玻璃业的得到,而忽略了其他行业的损失。 我们只看到了这一千块钱对于玻璃业的经济促进,而忽略了其他行业所受到的损害。 这一加一减总的来说,砸玻璃这件事情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的作用。 最多最多,这只算一种对于财富的转移。 当我们脑补出了那些看不见的损失之后,这就是一个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了。 但是很多的经济学者都常常犯这一些低级的错误。 您还别不信,我们来看一看,破窗谬误,换上一件马甲之后,您是否还能够认得它? 太多的人都不屑于谈论像是砸玻璃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。 但是却醉心于说,巨大的破坏行为能够让人们受益无穷的理论。 这里所说的巨大的破坏,指的就是战争。 我们先来听听看,战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,他们是怎么说的? 首先,所谓的需求堵塞理论。 他们说,战争过后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,人们需要食物,需要水,需要衣物,这些生活用品都得不到满足。 另一方面,大量的房屋公路桥梁遭到了破坏,城市需要重建。 在这样巨大需求的面前,供给方就不存在产品滞销的问题。 意思就是说,你无论生产出什么,都可以卖得出去,都可以直接转变成为财富的增长。 这样一来,不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吗? 其次呢,在被战火洗礼之后啊,人们吃的没有,穿的没有,住的地方也没有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,就激发出了人们的生产力。 由于想尽快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,他们努力地工作,所以呢,个人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,这不就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了吗? 最后,他们还找到了战争促进经济发展的活生生的例子,就是德国和日本。 他们说,之所以在二战之后,德国和日本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,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相比于其他国家,拥有更多的战后优势。 因为他们的那些老旧工厂,在战争的时候全部都被摧毁了,这个时候呢,就可以更换更加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, 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,同时呢,成本也得以降低,所以在二战之后啊,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才能够飞速地发展。 一般来说啊,关于战争有利的说法,就是基于以上三点,听起来是不是相当的有道理,但是仔细地想一想,你就发现不对了。 我们只需要动用一下自己的常识,就可以一一地破除这三点谬误。 首先,所谓的需求阻塞理论,战争之后的巨大生活需求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? 我们想想啊,如果说巨大的需求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话,那么现在全世界哪里的需求最多呢? 非洲啊,在那里很多地方的人民缺少食物,没有衣服,缺少医疗用品,缺少安全的住房,人们过着食不果腹,衣不避体,被病痛肆意折磨的生活,那里明显是拥有巨大的需求的,但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发达吗? 并没有啊,这是为什么呢?这里啊,我们引入一个概念,我们需要分清楚什么是需求,什么是需要。 战火所摧毁的东西越多,那么当地就会变得越贫困,那里的需要就会越多,但是这只能叫做需要。 有效的经济需求,光靠需要是不够的,还必须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。 所以,非洲对于产品的实际需要是远远高于我们中国的,但是它的购买力,以及由此带来创造商机的能力,却是远远的低于中国。 意思就是说,炸鸡可乐,iPhone跑车,还有豪宅,这些都是好东西,我都想要啊,我都有需求,但是呢,我却拿不出钱来买。 当你有钱买的时候,这才叫需求,没有钱买,只能叫做需要,而需要是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。 其次呢,他们说的战争之后激发人们的工作效率,这就更加不值一搏了,因为啊,稍微动用一下常识,想一想,作为一个家庭来说, 如果你希望,你和你的家人更加的努力工作,希望你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,你会采用烧掉自己房子的方法,来激励自己吗? 这怎么可能呢?所以说,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,是伤害,是灾难的事情。 那么对于由无数个个人和家庭所组成的国家来说,也同样是伤害,同样是灾难。 最后一点,就是所谓的战后优势。 说旧的工厂被摧毁了之后,得以引进新的厂房,新的设备,新的技术,这就使得生产成本降低,生产效率提高,从而快速推动经济发展。 那么,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战后优势的话,世界上其他的国家,大可以立即马上拆除全国所有的工厂,就可以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战后领先优势了。 那么,顺着这个道理往下说,我是一个厂主,今年我新建了一个工厂,第二年它就变成旧的了,那么为了推动经济发展,我就应该在第二年果断把我去年建的工厂炸了重建。 这样一说,是不是马上就违背了我们自己的常识?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,因为厂房和设备,它是有折旧的嘛。 比方说,我有一个厂房,价值100万,10年的折旧时间,第二年的时候呢,我的厂房资产90万,第三年80万,依此类推,一直到第10年的时候,我的厂房资产才会变成零。 如果第10年,来一个炸弹,帮我把厂房炸了,我谢谢你,我自己不用拆了,省了拆除费,我重新盖新的。 但是呢,我刚刚盖好,你就来一颗炸弹给我炸了,那我可是100万全赔啊,我还要谢谢你,给我带来了什么战后优势吗? 所以啊,通过上述的三点剖析,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,战获之福,它是一个谬论罢了。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,我们引入了一个概念,就是需求和供给,它其实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,是从两个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。 供给会创造需求,因为归根结底,供给它就是需求。 需求和供给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